拆数字游戏 拆数字游戏 主要第一个就是 利用random random class 然后 我就产生random的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就是 next int 这个 next int 如果今天要产生的是 0到99 这个里面就给他100 99以下 如果今天我要产生 1到99 假设我1到99怎么办 这边的话直接就在后面 加1就可以 加1就是从1开始 加1就从1开始 到99 就是100以下 小于100的意思 这样子我就读到一个 假设我今天印这个 no给他就得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后面就加上 我就输出讯息 就是拆数字游戏开始 拆拆看 比如1到99的数字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要做一个什么呢 就输入这个 使用者他要输入一个数字去拆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就宣告 int 假设一个 宣告一个 x 接下来的话 做一个Do的回圈 Do回圈开头 Do回圈结束 好 条件呢就是Y 条件当什么呢 当有个条件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x 他不等于 等于是这样 不等于就是这样 不等于什么呢 no 因为no就是乱数 如果这种状况 不等于的话呢 那就继续回圈 这就是第一个条件 继续回圈嘛 继续跑 好 那再来的话我就要判断 这个回圈里面 要怎么判断呢 判断的方式 就是第一个 我要让使用者去输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system out print 这个地方我就让他print 这些用复制好了 比较 好 给这个使用者一个讯息 print出去好了 用print print 这边的话呢 就输入什么呢 这个 请输入数字好了 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输入 输入完均之后呢 再来呢 我就取得什么呢 取得一个 取得一个x 那x的话呢 就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std 这个 这个物件点 它里面有个next in 就是读进来的方 读进来 读到哪里呢 读到这个 x里面去 next in 那这一个 结束符号 读进来之后呢 接下来就利用这个地方做判断 if 如果呢 这个 这个条件呢 x怎么样呢 它如果大于no的话 假设这个条件成立 那我就输出一个讯息给使用者说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就next 这个地方 用system line 这个地方 把它输出一个讯息 怎么样 告诉它说 你这个 如果它大于它的话呢 那应该怎么样呢 告诉它一个条件 就更小一点 然后 然后 一样的方式 enter 再来就是什么 else 反之呢 那当然就是一样嘛 试称点 这边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再大 再大 好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程式就转型完毕 那最后呢 跳出回圈之后 当然就正确答案了 就是这样子 其实没几行嘛 但是感觉好像 本来可能感觉会更复杂 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 你只要懂什么呢 第一个 怎么把这个 这个Random 建立一个Random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建立一个Random的物件 它有个Next In 所以这个基本上一定要背下来 在TQC考试里面 非常多要用乱数 决定 产生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 怎么样建立这个Random的物件 那就用这个方式取得 取得物件的值也要知道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判断 度回圈File 最后一个条件 不等于乱数产生 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去判断 给它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话呢 如果当X 就使用者输入的值 大于乱数的话呢 那当然再小一点 再大一点 提示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 OK吗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有个地方 要把它改99 99加1 就是1到99 才会正确 这个T法跟VB里面 那个一样 就是RND函数 也是一样 RND函数也是会产生乱数 在VB单列子里面 有个叫做Random 也是一样有一个Random的乱数 好 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OK OK 好 把画面呢 记起来吗 还给你们 哦